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Hello 我是妮卡 這次要跟你們分享 就是你們一直在敲碗的鼻影 那其實我的鼻子 我自己覺得一定要打鼻影 可是有些人會覺得 我的鼻子看起來滿挺的 可是你知道 女人永遠都嫌不夠 永遠都不滿足 所以我基本上化妝一定也是會打鼻影 然後前陣子有教課的時候 很多人都是想要學這個東西 那其實我這個一直都是在我的計畫內 然後這一次呢就是 滿足你們大家拍的這支影片 那可以看到就是我的before呢 就是長這樣 然後還有我的after是長這樣子 那鼻影很大的一個問題就是 很多人都就是會拿錯顏色去畫鼻影 那鼻影這個東西 一方面也取決於你的膚色 那像有些人的肌膚比較深一點 它可能或許在修容顏色就是沒有問題 那像我自己的膚色是 比較深 但是也比較黃 Kate on T這一盤呢 有一些人拿來打鼻影是很適合的 但是像我的話就會太深 所以我自己的話 目前 好取得 然後 也是開架師 大家應該都有分享過的 就是Kate這一盤 那這一盤的話其實 它的顏色在亞洲人身上 基本上都還算滿好用 我都會用到這兩個顏色 那非常白的女生 這一盤也是適合的 那就是 用量就是 真的是只能用在這一個 那像我是比較偏黃一點的 我如果不曬黑的話 白回來的時候就是 看起來是白 但是我是偏黃 可是我曬黑的時候呢 也是 Can 但是還是有帶黃 所以像我用 這個也的話就是很適合 然後如果我真的是曬比較黑的話呢 的時候我就會 稍微的去用這個顏色 然後加一點這個顏色 那皮膚比較深一點的女生的話 建議這一盤 很好用 那The Mom的 Bahama Mama呢 其實也很OK 只是這個的話 因為顏色真的是比較深一些些 所以如果要用就是你要用的刷子 是要非常非常膨鬆的 像這樣子這麼膨鬆 因為如果你用太密的刷子 一上去 太恐怖了 因為我最近肌膚呢 就是比較黃回來了一點 就沒有那麼黑 可以看到 然後我就會是用CAKE這一盤 眉粉盒 然後它是EX5這一盤 那我會先用這個顏色去打 很多人其實不會下手鼻影的位置 那鼻影的位置其實就是 一般人都有 比如兩三根 只是凸跟不凸的問題 你這樣轉動的時候 其實你會發現到 有一點點的陰影 那那個就是你要畫 畫鼻影的位置 那再來就是你可能眉毛畫完之後 然後你就可以去對下來 其實基本上會是 跟你的眉毛的眉頭是 差不多位置的 那如果你是要先畫鼻影 才畫眉毛的話 你就要先去抓你的鼻影位置 那我會先從這邊開始下手 然後就會是上下來回上下來回 這個就跟畫眼影一樣啊 就是一層一層的堆疊 你要讓人家覺得你的鼻子是自然的 而不是刻意畫出來的時候 你就要一層一層一層慢慢堆疊 讓人家覺得 你的鼻子是真的這麼挺這樣子 那我畫完這條線之後 其實很明顯可以看到一條線 但是也沒有到那麼深 可是還是沒有到很自然 所以呢 用刷刷子呢 往旁邊刷蛋 把它刷蛋 然後盡量在這條線 以旁邊為主 你不要畫到中間 因為這邊是要做體諒的 其實就可以看到兩邊非常的明顯吧 好 那我把另一邊補起來 你在上的時候啊 其實像右手邊這邊的話 可能會比較不好抓到直的位置 所以我會建議你可以就是頭彎一點點 因為這是我個人的習慣啦 我不知道每一個人的順手度是怎麼樣 但我自己的順手是這樣子 就是斜一點之後 我的這樣子上下上下是比較順 但我直一點的時候 這個角度是有點沒有那麼順手的 可能會就是往旁邊往旁邊滑 打鼻影最主要的一個重點就是 像這個地方我會特別再加深一些些 所以還是用第一個淺色 然後在上的時候呢 盡量輕 你不要完全的大力壓下去 你輕輕的讓它沾粉在上面 然後利用上面的一些魚粉呢 再往下刷 那因為我自己鼻子有一點點小歪 每一個人都比較 每一個人的五官其實基本上都有點歪 然後我就是有點歪 像我這邊鼻骨比較土 所以會特別加重在這個位置上 然後我這邊開始就會用到第二個顏色 加重一點 有沒有看到比較重了 但是其實很輕很輕的力道在上上去 不要大力的壓 然後呢 往旁邊一樣 你覺得太重的時候呢 你當然稍微可以用手指頭壓 或是你的海綿 這樣輕輕壓 可是像這邊比較深對不對 等一下可以再去做調整 那像我有遇到一個問題就是 有些人因為他是戴眼鏡 戴習慣 他戴眼鏡的時候 這邊都會有一個鼻墊的影子 我以前近視的時候也有這樣子 那這怎麼辦 先把全部的底做好之後 你再去修整 調整一下這個 這個地方 其實基本上 你可以看到我這樣畫完之後 其實都算蠻自然的吧 然後我自己有時候會很不夠 我會用 第一個淺色 然後第二個 等於說在這兩個界線 稍微這樣子打圈 因為我自己的鼻子 是比較會露鼻孔的 比較沒有這邊 鼻頭比較不會這麼剪 所以呢我會是這樣子 往這裡按下去 讓那個效果好像是 我的鼻頭是突出來的 這個呢就是看個人 自己斟酌決定要不要畫 但是我自己的話會畫 然後完了之後會把產品的 往旁邊刷一點點 這樣子 因為我想要鼻頭尖 所以我這邊基本上都不會碰到 我只會碰到這裡 然後往裡面一點點刷 然後再往旁邊 好第一個修陰影的步驟就完成了 那我現在要用的是 開廣地提亮 你當然如果你沒有這個白色遮瑕的話 你可以用就是一般的遮瑕膏 比較亮一點 偏黃一點的遮瑕膏 提亮的話我不會全部提 因為三根對我來說 我這邊比較沒有那麼突 所以我想要提亮是這個位置 所以我會在這邊點個兩下 或三下 但量會非常的少 因為等一下推開 然後鼻頭會點一點點 很美吧 然後呢 像這邊我就會習慣用手指頭 然後我先點完之後 因為這邊亮亮的太多了 就把它推掉 然後現在再換終於 一樣也太多了 再把它擦掉 因為它推到非常的薄 然後往上面推一些些 這樣子 有沒有 鼻頭就整個出來了 然後像這邊的話 就會輕輕的往下刷一點點 所以其實它會有點像是 淨湯號的感覺 就是這樣 然後一樣就是不要去沾太多 所以薄薄的一層把它推淡推開 然後這邊就往旁邊刷一點點 然後你要小心它只能在剛剛我們上的那個位置 不然你不小心一往旁邊 你剛剛修的那陰影全部都毀了 然後我會最後再拿就是海綿蛋 就稍微的按壓一下 這海綿蛋可能上面就是有你剛剛在上粉底的顏色 然後就會在白的跟深的中間呢 稍微的按壓 這邊也稍微的按壓 然後側邊也把它按壓自然一點 這樣子你的鼻影就會看起來很自然 那回過來就是我們遇到的就是那個鼻墊的問題 鼻墊的那個影子的話 會看起來讓你的鼻樑整個很不自然對吧 你就用一個就是淺黃的顏色呢 輕輕的壓在這個位置上 一點點就好 然後用手指鋪去按壓 那鼻子大概就像這樣子就完成 你覺得如果你畫完之後好像還是太深 你又很怕毀了它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用無名指 然後不要有指甲的狀態 輕輕的往旁邊推 推完之後往旁邊推開 就是那個陰影的顏色 然後你可以稍微靠近一點點就是提亮的地方 讓它不要讓它這麼的銳利的一條線 你直直的下來 那這樣子簡單自然的 免動刀的鼻子就出來了 完全變得非常簡 但是也很自然 你要檢查 最重要的一個重點就是 你下手每一次都要很輕 然後少量多次 然後每畫一半的時候 就要看一下鏡子 看有沒有我下手太重 那再來第二點就是 你每畫完之後 可能就是要往側邊轉一下 看看那個影子那條線會不會太深 然後最重要的就是要往旁邊暈開 這樣子的話你的鼻子才會比較自然 有寫到了嗎 你會覺得我鼻頭瞬間變得非常簡 非常簡 你轉側面的時候 都不會很明顯看到那兩條線 就表示你完成了 你成功了 所以看完這個影片之後 回去多練吧 然後練完之後可以分享給我看 好的 那希望這一次的免動刀鼻影修容術 有滿足到你們有學到東西 然後回去多練一點 然後呢 有任何的問題一樣 都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然後我們下一次影片見囉 掰